嘿,我是阿图,至少五年没有回家过年的外地老师 在大家欢天喜地迎新春之际 我更想做一期认清自己,消除焦虑,自我解救的视频 好特别,好有心意,是不是? 毕竟还有很多人无家可归,或者有家不能回 又或者有朋友过年走亲戚的时候犯社恐症 在家的时候犯手机症,等一系列现代病 为此感到焦虑不安,却又无所适从 需要缓解这些症状,就得先认清自己 总算缘回来了 有人会说,我是双子座,我化劳,人格分裂 我妈是处女座,洁癖,强迫症严重 我的相亲对象居然是天蝎座 咦,腹黑的代表啊,等等 比起星座学,生肖说,姓名解密 生成八字看富贵贫贱 我更倾向于从调查实验中找答案 虽然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推翻前人的理论和实验结果的过程 但我个人还是更依赖于逻辑上说得通的科学依据 这期内容我会从心理学角度 跟大家一起了解人的五大性格特征 人的性格特征会随着人的年龄增长 社会角色的变换,外部环境的影响,学识技能的提升而有所改变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 点击视频下方的冲牙链接 或者在冲牙APP搜索外地老师阿图 获取性格特征测试表 测一测自己的性格趋向吧 一起解锁新年前夕的成长 现代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Big 5 Personality Traits 又被称作The Five Factor Model 这里提一句 经常有人留言或者弹幕说 很讨厌我说话的时候夹大英文 我也不止一字的声明 我学的特定学术词汇都是英文的 如果因为我的翻译不淡而造成一些误解 才是对观众的不尊重和不负责 外语翻译成中文的文字稿中 经常会有外语原文标注和免责声明 也是为了尽量增加翻译文本的准确性 降低被吐槽的风险 说回Big 5 心理学上认为 这五个人格特征构成了人的主要性格 这里要注意的是 Big 5指的不是五种性格 而是五个方面或者五个维度的性格 也就是说人的性格不同程度的向五个方向发展 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程度的多维度性格 这些性格特征跟学术成就 学习风格 学习意想和社交能力的提升 都有密切关系 今天先来简单介绍 Big 5指的是什么 有怎样的特征 快来对号入座 你所认为的自己的性格缺陷 可能都有合理的解释呢 第一个是经验开放性性格 这个方面显著的人会更具好奇心 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 对美的事物更敏感 也更愿意尝试新的事物 大多数的内容输出者 包括作家 艺术家 新媒体的博主 都具有经验开放性性格 跟相对保守的人相比 具有更多开放性性格的人 会更具创造力 也会更在乎自己的感受 听起来特别像年轻一代的人 跟老一辈的人产生代沟的原因 通过对Big 5的深入研究 和双胞胎测试发现 五大性格特征 一半受基因影响 一半受环境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更开放的时代 大批年轻人的性格 更趋向于开放性性格 但是呢 如果这方面的性格极度显著的话 就有可能表现得过于标新立异 也很容易三分钟热度 我认识的一个关注我的辣妈 就经常跟我说 她自己是一个极度有想法 什么都想尝试 爱好非常广泛的人 经常因为想做的事情太多而难以抉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选择困难症 如果感觉自己过度开放 比较建议利用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 衡量放弃做某件事情的成本 再做抉择 大家对机会成本有兴趣或者有疑问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 单独出视频详细讲解 天哪 压了好多好多想做的主题呢 第二个是静则行性格 跟她的名字一样 这方面性格更显著的人 自我管控力更强 做详细的旅游攻略 学习的时候更加专注自律 说减肥就能管住嘴 埋开腿 冬日早晨不赖床 有人可能会说 我学习的时候不自律 但是追剧的时候老勤奋了 仔细想想 我们可以用勤奋来描述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吗 我之前提到过 big five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风格 如果你不能专注学习 但是又必须要学习 那就得先分解学习步骤 了解不同的学习方法 详见学习建议 缺乏静则型性格 会太过灵活和自我 比如没有时间观念迟到早退 太过静则又会很偏执 有的时候做计划或者立flag的重要性 远远超出了自发做事情的意愿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年轻人喜欢立flag 或者对认定的事情更执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会变得更随性 太过随性了 也都成了职场老油条 第三个是外相型性格 十年前有一个比我小一两岁的弟弟来我家借助 我妈说那性格内向让我代代他 我就很不服气 我性格也很内向啊 我妈居然很不可思议的笑了 这件事情对我造成的影响很大 所以我一直记到现在 为什么我在熟悉的人面前可以滔滔不绝 甚至说话的时候可以面不改色的手足道 而在不熟的人面前 我有几度慢热 躲在角落里 无所适从 很多人把这个现象归结于社交孔剧症 如果你可以随时在陌生人面前破冰 主动开启话题 并且享受成为社交中心的愉悦 大多数的社交过程由你主导展开 那你就是具有一定外相型性格的人 对于我还有一些自称有社交恐惧症的人 不是我们不友好或者故意不与人亲近 只是比起成为全场焦点 我们更愿意成为陪衬 也更享受独处的时光 一旦跟熟悉的朋友在一起 或者聊自己擅长领域的话题 我们依然可以滔滔不绝 但心里还是会不自觉地衡量 我说的话得体吗 我的用词准确吗 心理学家指出 人天生外相或者内相 跟中枢神经系统有关 通过后天的练习 比如我会逼着自己没话找话地找一些 英语母语者练习口语 看似外相的行为也只是表面上的外相型性格 其实内心更倾向于独处 如果不是买菜倒垃圾工作 我可以一个人待在家里一直不出门 当然也有经常公开演讲 最后从内相型性格转变到外相型性格的人 反正不是我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的色恐是不治之症 基因带来的性格特征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但是根据个人意愿 勤奋练习是可以有效缓解 甚至根除社交恐惧症的 盈盈觉得又有新主题可以做了呢 第四个是亲和型 在Big Five中 其他四个方面的性格 可以相对稳定地从儿时一直带到成年时期 而亲和型性格更倾向于一种社交特质 与人的交往过程中 他能逐渐发现自己的亲和型特质 友善 大方值得被信任 乐于助人 研究发现亲和型性格评分较高的人 与团队之间的协作质量更高 有比较好的变革型领导技能 然而在军队中 如果领导具有较好的亲和型性格 领导力就不会那么明显 甚至带来截然相反的结果 最后一个是情绪不稳定型 我们所说的负面情绪负能量 包括生气焦虑失望等情绪不稳定的情况 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长期情绪不稳定 那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 也会间接影响身边的人 这类人大多很不自信 把个人能力和收获都看作是不可变的因素 我天生就很笨 再努力也没用 真不公平 为什么考的都不会 闷的全不对 我以前提到过社会中确实需要大神 但是也同样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 不要把自己的所有努力都看成是别人眼中的白费力气 除了基因的原因 很多人 尤其是熊孩子们的情绪不稳定 其实是家庭造成的 管教比控制更有效 鼓励比表扬更有力量 详见花式鼓励 最后做一个总结 研究表明 人的五大性格进入职场大概四年以后 会趋于稳定 即使经历重大事件 成人的性格特质 基本上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道德的约束 生活或者工作的要求 我们很多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和情绪 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特质 比如做销售的人员需要不断地强迫自己去跟人交流 比如写公众号文章的作者 需要安静地深度思考 用心码字 这也是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在正式工作之前 花很多时间 甚至找职业规划师 人生规划师 帮自己找到自己擅长或者有兴趣的工作 人生苦短做自己擅长或者喜欢的事情 这句话真的不是在灌鸡汤 社会格局和行业转型太快 如果一味追求薪水而不是兴趣 厌世心态爆发的那一天 就真的很难再找回活着的仪 如果在我的视频里收获哪怕一丢丢的能量 也请记得点赞评论 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见 拜拜